今天做香酥饼卷鸡蛋 鸡蛋 香酥饼 平底锅里放一点点油 平底锅放一点点油 让我再放入这个香酥饼 稍微煎得油一点了 再翻过来一下 翻过来 煎得油 煎了一点 我现在把饼再翻过来 翻过来 再煎一下 现在把饼烤上焦黄 这饼完全变成焦黄 拿出 这锅里还剩的油 那就再煎一个 现在是煎鸡蛋 下把饼放在锅中 放入油中 饼 丁 放一点盐 丁点 太多 放一点盐 再放点胡椒粉 还有香蒜粉 快点盐 好了 鸡蛋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两个一段 好 现在鸡蛋卷饼就完成了 把鸡蛋放上面卷起来就行 捲起这个也吃了 这个鸡蛋捲饼 这个饼有点小 所以我想再煎一个 给它盖上去 好 现在再把这个另外饼放上去 这个饼主要是煎完以后 因为这饼有点小 盖上去 把两个饼夹鸡蛋 更好一点 好 最后一个葱饼给你烤烧了 然后把这个给它 放到这个 夹到上面 夹起来 葱饼给你夹起来 葱饼给你夹起来